大家好,ST到今次再和大家示範一下 如何將TOMICA高速道路和TOMICA山路套裝 山路旅程,類似的東西 進行合體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步驟只有兩個 首先將這個彎位 原本沒有分岔路,只是彎位 將它拆掉 換成這件山路旅程套裝包的合體部件 由於我沒有原本那條轉彎的馬路 變相要這樣 已經換了 直接跳到第二步 第二個步驟就是要將它們兩個放在一起 合體 怎樣放在一起 可以移在一起 靠這樣合體 就是這樣 將它們兩個合體 然後 然後 看到這裡有一個扣子 有一個柱體 如果你反轉這個來看 都會有一個洞 將它們拍攝 拍實 完成 就是這樣 兩套 這些 馬路套裝 就完成合體了 超簡單 兩個步驟 那 是這個 最經典的合體 應該 是Lytomica系列裡面最經典的合體 那 那 我 給大家看看 那 它這個合體 好像是唯一一個合體 是可以 給你 教 那些車 怎樣走 就是 那些車可以繼續在自己的套裝上走 或者去對方的套裝上走 去 那 現在就 各自兩個圈 這樣 就 分開 合起來 那些車可以互相去對方的套裝 那些路 那些路 那 事不宜遲 就 就 拍了兩個來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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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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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不值得去 這架值得多一點 這架太慢了 送這架去停車場 那上面就 我拿飛走了這架 合體了之後 這個山路套裝的出入口 就會被封閉 被封閉 剩下高速公路 唯一一個出口 唯一一個入口 還有兩個出口 如果你很好奇 究竟出口還行不行 答案是可以的 是假裝了 還能出到 幾點 設計這個套裝的時候 遇到這個 對得這麼巧 車不會撞到柱子 幾點 這樣就再加多一格 加一下料 加車 四架車夠行 抓住了 喂 你們走沙路這麼差 你們剛才不是很厲害嗎 看來你們是公路車 哼 看來應該拿些貨車出來 看來 走這些公路可以的 一轉到過來 馬上變了 不斷停 不斷停 那些車子 互不相通 看來我各自走自己的路 看來我各自走自己的路 兩套都不斷停 吵 挺有趣的 好 嘗試一下我送些車去那邊 看看這個客戶走得好 OK 對 看來兩套一加起來 馬上多了很多空間 那我去拿些貨車過來 讓貨車走得很好 為什麼 好 時間關係 已經把很多貨車都放在這邊 對 這裡就真的是 你所見 是很小車 因為我放得多 它積在這裡 就又卡住了 對 走不了 那些什麼車都很小 現在 留下三格在那邊 那 放多一個JTR 三格都敢 看來這裡 這裡啊 座山就忙到爆燈了 應該都搬些 太多舊戶車 太多舊戶車 這個衣服沒那麼多人救 吊架過去 就先去拿走 要看哪些車 看哪些車 那 拿走公路車 就試試運跑 看看如何 放一個背後 一定卡住 沒有笑 剛剛掉了 27號產品 就馬上分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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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GTO也行不上山 不行,排慢 我們來到泊車了 舊戶車回來了,走不到這路 好,可能要加一些潤滑劑 好,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裏 舊戶車多到飽 下次再見 拜拜